8月份大家都知道这个公投决议死战 那么呢 如果民意是否定政策的执行 书院长苏任昌到底会不会下台呢 资深媒体人黄伟翰怎么说 一起来听 可是你说828过了以后 假设四个都过 苏院长就会乖乖的 跑去跟蔡总统讲说 既然跟我实际方向不同 我就下来吗 不会啊 苏院长不会啊 他叫丁一鸣跑去打电话 给游习昆的幕僚用LINE 也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不提对案 就是这都跟我无关啊 泰鲁格奥出事以后 我十天不在 你去找林嘉隆啊 不要找我啊 巴拉巴公投要事过了以后 他自己本人不一定会这样讲 可是就有很多论述 低迷都回来 难道耿鲁还不会做吗 谁让莱猪可以到台湾来 那照片都出来了吗 不就蔡总统 是蔡总统宣布的 难道是我吗 我坐在下面我也是一点沉重啊 难道是谁要盖三接的 是赖清德耶 赖清德深奥电厂不盖 才要变三接取代 难道是我孙昌吗 对不对 虽然我输了二十九万票在新北市 弄了半天四大公投案都跟我无关啊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在意 民意的行政院长 行政院就绝对会执行公投的结果啦 这四大公投案 我们就只要走就好 不然你叫我请辞 我为什么要请辞 又不是我跟民意队的干 不是我啊 除非蔡总统直接 就现在只剩这个原理 就我们现在要讲是说 责任政治 他理当应该提出请辞 我不是在跟大家这个 演戏唱双谎 或是在表演 不是理当责任政治 苏院长如果八二八四大公投都过 他当然应该跟那个总统提出请辞 因为我的施政 已经受到民意的反对了嘛 但是看起来 他应该不会提 去皮皮继续做了 除非蔡总统现在要下来 可是蔡总统如果一旦开口讲说 现在民众都已经这样 你要不要下来 那我刚刚讲 叫我 到时候 遇时俱焚 抱在一起谁死就不知道了 所以就很可能 这不是超前部署说违汉预言什么 不一定對啦 你再看好了 如果蔡總統最後也覺得說 我無法對他出手 真的就這樣就過了 是 是 就這樣就過了 828過了以後是大家公投就過了 過了以後就過了 總統去是蔡英文 院長去是蘇貞昌 然後等2022看最優選的會怎麼樣 反正看看香港會不會再打 香港再打 民進黨又贏了 不怕 時間還沒到